低空通场 加力盘旋 L15闪耀迪拜航展 操控精准 结实耐用 他们是飞行员最亲密的伙伴 铁翼教练究竟有着哪些本领 教练机的驾驶又有着怎样的乐趣 本期军事科技为您揭开教练机的神秘面纱 2023年11月13日 第十八届迪拜航空展在迪拜世界中心举行 共有来自95个国家的1400多家展商参展 在此次航展中 众多中国装备集体亮相 争其斗艳 而这其中最大的热门 莫过于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L15猎鹰高级教练机 它不仅以新式涂装亮相 还进行了每轮每换的飞行表演 L15的精彩表现 让教练机这一几种再次受到人们的热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已经拥有了初级 中级 高级 全系教练机的生产研发能力 那么今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教练机的生产研发基地 航空工业宏都 一起来看一看那些翱翔于高空之上的铁翼教练吧 在我身旁的就是在迪拜航展亮相的L15教练机 在当时引起了军迷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那么它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请专家为我们解读 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在本次迪拜航展上 大放异彩的L15高级教练机 它跟以往的L15的话有几点不同 一个是它的航电系统进行了一部分生成 能够更加贴近战斗机飞行员的操作习惯 第二是飞机的油量有所增加 可以飞得更远一些 第三呢 它在坐船盖上增加了微包锁 同时在舱内和舱外都设置了控制开关 进一步提高了弹射救生的安全性 L15高级教练机采用了大边条翼一声融合布局 数字式电船飞行控制系统 和基于开放式数据总线技术的综合航空电子系统 配备了两台具有全全线数字控制功能的 涡上发动机 飞机大引导机动性强 操纵敏捷 能够充分满足第三代战斗机飞行员的 高级训练和战斗入门训练需求 它的优点可以用三高来概括 也就是高机动高安全高消费比 为了达到U1的三代机的能力 L15教练机采用了一系列的设计 来增加机动性 首先是两条突出于机身前部的边条翼 在压跨音速范围内 当迎角不大时 气流就从边条前缘分离 形成一个稳定的前缘脱体窝 在前缘脱体窝的诱导作用下 不但可以使机翼内段的生理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还能使机翼外段的气流受到控制 从而提高机翼的临界角和抖振边界 保证了飞机具有良好的 压跨音速气动特性 另一时L15保持良好机动能力的设计 是机翼前缘巨齿 这种设计多用于后掠椅和三角翼飞机 因为超音速飞机常用的 后掠和三角形薄机翼 存在低速大影角特性不好的缺点 简单来说 就是在大影角飞行时 机翼表面低能量气流会向一烧聚集 这会导致一烧先开始失速 由于后掠机翼的一烧部分 在飞机重心之后 大影角时 一烧先失速不仅会引起飞机倾斜 还会引起飞机抬头 使飞机更进一步失速而失去控制 所以很多飞机在设计的时候 运用了机前缘巨齿的结构 将低能量气流阻断 重新引入高能量气流 教练机是专门用来培养飞行员 从最基本的飞行驾驶技术 到能够实现单独飞行 完成指定任务的这样一个特殊机种 它是飞行员学习飞行 必不可缺的工具和帮手 教练机要求低成本 高安全 残寿命 易操纵 好用 耐用 对于高级教练机呢 还要求在飞行性能 人机交互 系统功能等方面 能够和战斗机良好的衔接 可以说这些设计要求 是非常苛刻的 这也使得设计一款优秀的教练机 非常不容易 我们拿一个人上学来打比方 初级 中级 高级训练 分别对应一个人在小学 中学 大学阶段的学习 那么初级 中级 高级 教练机呢 就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必不可缺的 这样一个训练装备 或者说学习平台 初级教练机 主要是用于新飞行员 最基本的驾驶技术训练 包括起飞 着陆 目视飞行的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筛选 鉴别出 有前途的飞行员 中级教练机 主要是 它可以用来完成 所有中级 科目的训练 和部分 高级科目的训练 包括 起落 航行编队 夜航 从而实现 从初级教练机 到高级教练机的 跨越 衔接 高级教练机 主要是 用于战斗机飞行员的 高级训练 和战斗入门训练 可以说 经过高级教练机的培训 飞行员 就具备了 驾驶战斗机的 资格和水平 从而实现 从飞行员 到战斗员的跨越 L-15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唯一一款 双发超音速 高级教练机 整个飞机的设计制造 都源于 第三代战斗机技术 并且在设计上 预留了 轻型战斗机 轻型攻击机的 改进设计余地 加上优良的 飞行效能 机动能力 和操纵效能 特别适合 中低空机动飞行 使用多种武器 为前线地面部队 提供近距航空火力支援 在L-15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L-15B型战斗教练机 被称为战斗入门型 教练机 装备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让L-15B和战斗机一样 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 同时 L-15B机头 换装了多用途 无源相控阵雷达 能够携带多种导弹 航空炸弹 火箭弹等武器 可以执行对地对海攻击 中进距空战等任务 堪称真正的战场多面手 我们刚才一睹了 L-15教练机的风采 它是我国现在 较为先进的高级教练机 那么您知道 从我国的初代教练机 到如今的L-15 走过了一条 怎样的不凡之路吗 来 我们去展馆 看一看吧 当我们一进入场馆 就看到了各种 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教练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依次为您介绍 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机型 首先就是它 我国自行制造的 第一型飞机 出教武 总共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简单介绍 这款出教武吧 好的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飞机 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螺旋桨布局的一个飞机 出教武 可以看到它是配置了 一台五缸的 新型活塞发动机 两页螺旋桨 作为一个动力 采用的是那个典型的 教练机的串点商舱 一个布局 然后是下单翼 那个T型翼的一个机翼配置 常规的水平尾翼 和单垂尾的一个布置 起落架呢 是那个后三点式 这个飞机它的那个 就是整个机身机翼 是采用的这种骨架式结构 外面是那个萌布 这个特点呢 就是非常那个简单 然后那个操纵非常容易 速度非常低 非常利于血缘上手 能够迅速地掌握这种 基本的飞行技能 为我们国家的那个空军 飞行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看到这个 尾部有一个01的标识 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两方面 第一个它是我们工厂 出产的那个第一架飞机 它所以说编号01 第二它这架飞机 也是我们国家 那个自行制造的第一架飞机 所以赋予了它01的那个含义 虽然它此时已经静静地躺在场馆里 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是非常厚重的 是的 这也是我们航空人 这个自强不惜航空救国 航空强国的一个精神寄托所在 直到1958年10月奉命停产 出轿五行飞机 共生产了379架 作为我国第一款自主制造的飞机 出轿五在中国空军早期的发展历程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 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开始 在我们了解完出轿五之后 在它旁边呢 就是我国自主研发并大量投入生产的 第一型教练机 出轿六 这也是一个从仿制到自研的过程 其实从外观上来看 简单地说呢 它们的起落架布局完全不同 而出轿六又有怎样的性能特点 它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张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出轿六吧 好的 出轿六飞机是用来替代那个出轿五 和亚克十八等教练机的一个飞机 它在那个出轿五飞机研制基础上 也做了一些新的一个设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采用的是一个前三年式球架布局 这种布局形式呢 可以在起降操控性能上 能够跟尖叫一和尖五等 喷气式飞机形成良好的一个衔接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 采用的是一个全金属 铝合金的一个蒙皮结构 同时也换装了更大马力的一个发动机 实现了它的一个高度速度 还有那个机动能力的一个全面提升 这个飞机就是飞机性能和飞机品质 都非常优越 尤其是那个特技能力特别突出 可以承担我们国内飞机员的一个筛选 初级训练 担负起降和那个特技 尤其是那个失速尾旋的一些训练任务 目前这个飞机最大品位速度 达到297千米每小时 海平面爬升率达到了6.5米每秒 实用声线超过了6千米 然后那实用过载也达到了 负三到正六个级 这些相比初级五飞机 都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那个跟尖叫一飞机衔接更好 那个训练效能更高 那么初级六飞机在当时列中 又有怎样的意义 初级六飞机是我国自行设计 并批量生产的第一种飞机 填补了我国前三点式布局的 初级教练机的一个空白 它配装的一个发动机和螺旋奖 也实现了国内的自行研制 从这开始基本上 全机的乘服舰都实现了 一个国内自主攻击 1979年初级六飞机获得了 国家质量精致奖章 是中国第一个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 获得这个奖项的飞机 实至今世 初级六飞机已经生产三千余架 卫武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堪称中国飞行员的摇篮 无论是航天英雄杨立伟 还是船航机长刘船舰 都是从初级六这一机型起步 初级六飞机的列装与使用 不仅是中国人设计制造能力的见证 更是一代代中国梦 航空梦的延续和传承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 教练机也进入了喷气时代 我身旁的这款呢 就是中国喷气式教练机中的代表之作 也是中国第一架 中外合资研发生产的飞机 K8教练机 甲空你好 我们身旁的K8教练机 与之前的初教五初教六相比 又长得不同呢 而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K8教练机 它是串列双座 然后是下单翼 两侧进气 然后前三点是起落架的 这样的一个正常布局 然后它具有一个宽的速度范围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呢 它具有一个良好的飞行品质 然后优良的机动能力 包括这个和缓的一个失速特性 您刚才提到的和缓的失速特性 又这么讲了 和缓的失速特性呢 就是从气动力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在过这个失速点的话 会有一个很急剧的 一个气动力上的一个变化 但是咱们的K8教练机呢 在这个气动力特性上 即使是过了这个失速的点 它的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 它是比较和缓的 这样的话就带来 我在做一些过失速机动的时候 它能够相当于是 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飞行品质 和一个控制能力 从这个使命定位上来说的话 K8是一款基础教练机 然后它的使命任务呢 是承担全部的一个基础训练内容 包括这个起降 航行 然后这个编队 然后夜行 仪表 还有简单和复杂特技 等全部的训练科目 K8教练机是按照国际标准设计 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 研制的一型教练机 该机具有飞行品质优良 可靠性高 维护性好 全寿命费用低等特点 加装多功能评显 和视频拍摄系统后的 K8教练机 实现了信息综合显示 与飞行控制的统一 能更好地完成各种飞行训练 和空对地 空对空 武器攻击训练 目前已有500多架K8教练机 在全世界十余个国家的 空军和飞行学院中服役 由于K8教练机体型不大 惯性小 在做盘旋转弯 和其他一些机动动作时 就宛如雄鹰一般迅猛灵活 因此除了担负训练飞行员的任务外 K8教练机也成为了 空军红鹰飞行表演队的 表演用机 红鹰飞行表演队高难度的动作 也展现出了K8教练机 优异的性能 红鹰飞行表演队 非常擅长进行七机 或者八机高密度编队飞行 而他们的招牌动作是 八机钻石对筋斗 八机钻石对筋头 首先要求编队前后间隔5米 和高度差1到2米的距离 组成钻石对形 并以每小时650公里的速度 进行俯冲 在到达指定位置时 编队开始大角度爬升 并不断拉杆反阳角40度 在收到掌机的收油门口令后 各机收油门时 必须使用减速板改平后退出 我们八机的钻石金头呢 它就是我们要求的队形 是5乘5的 还是比较小的 然后只有这样的金头呢 排出来之后才能像一个倒立的钻石 特别的漂亮 在地面看 八架飞机组成钻石编队 几乎处于同一平面 非常平稳 但对于空中的飞行员来说 并不是如此 受气流影响 飞机在不断地上下跳动 这对于间隔只有5米的 密集编队来说非常危险 红鹰飞行表演队 之所以擅长多机密集编队飞行 除了与飞行员技术精湛有关外 也与目前所使用的表演机有关 我们叫拔飞机有空中小八瓦制成 整个的坐舱环境是比较舒适的 虽然说它的胜移推比小一点 但是它半径平常小 我们垂直这个半径也小 我们这个水平盘旋的半径也小 一直都可以在观众视野之内 然后表演起来也比较好看 比较凌 可以拔飞机的外景 采用了平直翼布局 翼展近10米 这一设计可有效地提升飞机的升力 机长11米 采用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设计 这种气动设计 可有效减小在空中飞行的飞行阻力 作为训练飞行员 基本飞行技术的专用飞机 教练机需要廉价耐用 容易操纵 并且为了适应初学学员 还需要能够容忍粗暴操作 这些要求其实相当苛刻 使优秀教练机的设计十分不易 那么教练机和普通的战斗机 又有着哪些区别呢 它们的驾驶体验又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高级教练机的模拟器的身旁 能够更加真实的去体验驾驶高级教练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驾驶过很多的模拟器 比如说空中加油的模拟器 我们驾驶着飞机在空中给前方的战斗机进行加油 这个过程想起来还是非常曲折的 我们也驾驶过这个直升机的模拟器 而今天我们终于体验到了高级教练机的模拟器 其实高级教练机在整个教练机的体系当中 已经从小学初中高中来到了大学阶段 而今天大学的考核会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有请设计师帮助我一同来完成 设计师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新型高级教练机的一个模拟器 你现在坐在这个就是模拟器的座舱里 这个座舱是1比1还原了我们新型高级教练机的一个布局 我们可以用它进行一些基本的科目的训练 同时也可以帮助飞行员在整个地面熟悉我整个座舱的布置 方便它以后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训练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启动飞机的发动机 然后停机刹车按钮在您左手边这个位置 给它拨到正常刹车 这时候飞机就可以 你推动油门它就可以往前走了 现在就已经准备就绪 对可以准备起飞了 好现在就是慢慢地把油门推到底 自己的油门推到前进行区别的油门 就算了 然后我们把油门推定了 对我放在这个车上 那就是在这个车上 那就是油门推到达到 很大致 那么这边的油门推到 那么这边就是 都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就是做什么油门推到 这个油门推到 一边就过 一边就算了 这么多油门推到 我放在这边 这个特性去设计 如果说这个高级教练机的使用和驾驶熟悉之后 其实对于学员们来说 驾驶战斗机就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对 我们按照这个飞机上的航线 您的飞行 对 然后现在把飞机改平 对 现在高度已经起来了 对 还可以 但是我们好像又飞过了机场 他们在空中也是这样操作 对 他们是真的是抗轩晕的这个本领很强 这还是转得比较慢 这时候已经非常危险了 对 是危险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飞机的着陆阶段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机场跑到了 这时候要放下起落架 真不容易 终于经过一系列的调整 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对准跑道 我们总说在这个飞机的起飞和降落过程中是 比较危险的一个环节 对 对 对 这时候是不一定的 对 好 好 对 在这时候 很冷 都推动了 对 对 准备 所以 对 对 它 教练机飞行模拟器 不仅可以模拟飞机座舱 执行一部分训练 更重要的是 可以在飞机研制前期 邀请较为有经验的飞行员 对座舱设计方案 进行一个直观的评估 提出优化改进意见 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使研制出来的装备更加好用 管用 如今火锅已经形成 初 中 高级教练机 全系列研制生产的能力 这些性能优异的教练机 在飞行员培养领域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们不是靠发动机的推力飞行 而是让空气沉浮其下 它们是机械工程上的奇迹 科技的结晶 它们能像鸟儿般穿越天空 带着我们到达几乎任何地方 并且平安归来 军事科技将为您解读 直升机纵横天地的奥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